现在社会节奏太快了 然后大家学习生活压力也很大 其实很希望大家从生活中 走神一段时间 去享受Glues 享受这种Jazz的音乐 来 老美京主 安同小职了 我叫崔敬文 我是03年生人 然后现在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大二的再读生 同时也是走神乐队的贝斯手 在去年就是22年2月14号情人节那天 我们当天三个人组起来的第一场排练 因为大家的喜好 所以就同时决定了要做Bruce Rock 我们现在有五六首原创吧 布鲁斯它是一个很根源的音乐 同时我们三个人都是很喜欢这种 像是布鲁斯啊 爵士 它不像是其他像彭克 比较浮躁可能听起来 然后我们更喜欢那种 就是它可以让大家就是 慢慢地掌握那个节奏中的律动 然后同时也可以放松 现在有很多的场地的主办 很喜欢我们 说是希望可以去他们场地做一些演出 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就是在Scoo的演出 Scoo是一个在北京非常有名的 一个地下那种Live House 也是一个酒吧 当时那天晚上 观众们的情绪特别高涨 特别的嗨 一直忘不掉那个场景 这件事之后其实我发现 乐手的状态是很能调动起 就是观众们的状态 我是一个女生 家里可能觉得每次演出那么晚 两三点钟 然后一个人这样回家很不安全 可能是我家比较传统的那种 对玩音乐觉得它不是一条以后可以当做铁饭碗的路 所以家庭也不是很支持 然后我们排练的话 平常还是要自己去掏钱去排练 然后每个人可能一次就要花一百多 然后比如说一周怎么说也要排一次 演出的钱还是没法用来 就是完全弥补上我们排练自己要出的钱 我自己的话在现在大学毕业之后 是有出国读研究生的打算 希望家里人还有队友都可以对我多一些信任 即使是出国读书的话 自己一个人在那其实也是可以管理好时间安排 然后学习也不会落下 然后音乐也不会放弃 相信我们可以走下去吧 就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关注一些 我们比较根源的音乐